好我们来讨论一下22.1的练习 以泛人图来表示 由集合A到B的这个对应 然后呢要判断这些对应呢 视为函数 是不是函数的意思 所以我们只要记得函数呢 它的这个定义不能有空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不能对应去多个 一对多就不能 然后定义不能空 像这个是03912 0123 它要这是除以3 0除以3得到3 3除以3得到19 除以3得到3 12除以3是4 但是这一边没有4 如果今天B这边补了一个4 12对应过来 那它这个就是函数 但是可惜它没有4 所以我的12就空着了 那它就不是函数了 就这样 再来看第二 B的这一题 负2负1 012 0149 12 它要取4次方 负2的4次方是16 负1的4次方是1 0的4次方是0 1的4次方也是1 负2的4次方是16 那它这边是没有空 这四个呢 这五个数字都有对应到 虽然有多对异 但是没有1对多 多对异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个是函数 是函数 负2 负1 012 然后呢 124 取平方 负2取平方是4 负1取平方是1 0取平方是0 1取平方是1 2取平方是4 这一个呢 左边全部都有对应 然后呢 是多对一 没有1对多 所以这个是函数 OK 不用打问号啦 要有自信一点 好 再接下来 这一个呢 是30度 45度 60度 然后1分之2 2分之3 2分之3 取正弦的值 所以如果你是不想 Trigonometry有很多 那个名字很奇怪的 有时候我也记不起来 什么正弦 余弦 正切 余切 正切好像是Tangion 余弦就是Cosine 这样子 所以它的华文名 就有点比较难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Sine的意思 正弦的值 所以Sine30 等于1分之1 Sine45 是1取平方2 你有理化的话呢 就会得到2分之平方2 60度 Sine60度 是根号3除以2 所以它是函数 是函数 因为一一对应 这样子 左边没有空 然后呢 也没有一对多的情况 OK 1-1 012 -1 0 1取三次方 -1取三次方 是-1 0取三次方 是0 1取三次方 还是1 2取三次方 是8 可惜B 没有8 如果有8的话呢 它就是函数了 它就不会有空的情况了 所以这个呢 就不是函数了 OK 很好 大家都感觉上掌握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各元素的像 也就是说 这个-3呢 带进去X的X 我们-3取三取平方 是9 9 3 27 27 加1 加1 就28 -2取平方 得到4 43 12 12 再加1 是13 0 取平方还是0 乘3 还是0 再加1 就会等于1 2取平方 是4 43 12 12 加1 13 所以这个跟 正负2 是一样的啦 正负3 也一样 这样子 5的话呢 5 25 25 25 乘3 等于75 75 加1 应该是76 应该和你算错的啦 不是66 应该是76 这一边就难一点 因为它是要找原像 13的原像 换句话 13是影像 我们要找它原像 也就是说 FX的值是13 请问X是多少 那也就是说 我可以先去移像一下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用FX 首先加1 拉过来减1 过后呢 再除以3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开根号 我们就可以找到X了 所以13减1得到12 12除以3 就会得到12除以3 是等于4 4开根号 放正负 所以它是得到正负2 所以你这边呢 应该是漏了那个正负了啦 这是漏了正负 然后呢 28的话 减1是27 27除以3 是9 9开根号是3 这边应该是正负3 0的话呢 0减1是负1 负1除以3的话呢 就会得到负1 这边就难搞了 有0吗 不是1吗 1先做1 1减1是等于0 0除以3也是0 0开根号也是0 所以这个是0 这个只有正负0 也是0啊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正负的 但是如果放0的话就难啦 放0的话 0减1是负1 负1除以3 负3分之1 负值可以开根号吗 不可以 所以这边呢 其实呢 这个我们叫做没有原相 没有原相 当然啦 它其实是超出我们的时速的范围 OK 所以这个文相班其实没有上那个虚数的情形 那我们就直接写没有原相就好 OK 不用太复杂 如果我放4的话呢 4减1是3 3除以3是1 然后呢 开根号就会是正负1 所以宣奇来讲呢 只是漏了正负而已 只是漏了正负 其余的都应该是OK的 然后呢 负2带进来 负2乘5得到负10 再减2得到负12 感觉上大家好像 好像已经学过了感觉 因为可能有一些 你们是有考SPM的话 SPM其实是已经上过来了 对吧 所以感觉上大家 得心应手 负1乘5等于负5 负5再减1等于负7 所以大家都OK的 然后0带进去 0乘5等于0 0减2等于负2 这个也对 这个就 还没做 负5的话呢 刚才我有稍微的解释了 这一种情形呢 它是分段型的函数 怎么说分段型呢 它把X的定义率呢 分开三段 如果你是负1以下 我就用2X这个函数 如果是负1到3的话呢 我就用X-1这个函数 如果是大于3的话呢 我就用4X加2的这个函数 所以负5的话呢 它是小于负1的 所以我们就用2X 2XX负5 所以这里带进去呢 就会得到负4 就这么简单 OK 负10 再来这个的话呢 负2呢 也还是负1以下 我们就用2X的这一个 2乘负2 所以就会得到负4 OK 就是这样子而已 再来0的话呢 应该是中间这一个了吧 负1到3之间 0减1就会得到负1 所以这题负1 2的话呢 应该也是中间这一项 负1到3之间的 所以2减1就会得到1了 alright 10的话呢 应该是大于3了 所以我们就要带4乘以10 再加2 4乘10等于40 再加2等于42 所以这题答案是42 第五题 fx等于x四次方 这个在f之下的像 我们就每一个取四次方 负1的四次方是1 对不对 0的四次方是0 1的四次方还是1 2的四次方是16 但是你这样子写有点怪 为什么 因为你攻挂乎 就代表它是一个集合 我们一般上集合就不会重复了 OK 我们集合的话是不会重复 一跟一重复的 对不对 所以 他后面答案也是写 但是你不要放攻挂乎 不要放攻挂乎 因为攻挂乎 我们一般上是不会重复写的 OK 第六题 我们的函数f 从时数的范围去到时数的范围 然后呢 请问014的原相 原相的话呢 就开根号码 对不对 所以0的原相应该是0 1的原相应该是正负1 4的原相应该是正负2 所以这个有点奇怪 应该你要对应应该是0 对应去0 1对应去正负1 4对应去正负2 这样子 OK 说这个是它的原相 应该要这样子写会比较好 然后呢 哪一些是没有原相的 因为R是我们的十数 我们的十数 哪一些是没有原相 因为我 我带所有的值进去 它都会变成正数 它就不会有负值的出现 所以什么数没有原相 不止负2负1 负2负1 你在讲的是这一边的而已 我们要讲的是 所有小于0的部分呢 它都是没有原相的 OK 所有小于0 负数的一个部分 它都是没有原相的 OK 这样子的意思了 第七题 U图 应该是左图 U图 我们有G A B 然后呢 它给我说G X应该是2X减8 那请问A跟B怎样算 这个呢 就是说我的X放负1 进去的话 我的G X就会是A 也就是说 我的G 负1 就会得到A 负1带进来呢 就会得到负2 减8 所以得到负10 我们算到A 是等于负10 所以这个很像我们的那个 XPF的一些题目的一个中方 然后呢 X放B进去 就会得到2B减8 会等于负4 负8拉过去呢 就会得到8 正8减4 得到4 4除以2 就会得到2 我们就算到B 是等于2 OK 所以就是带两次 这样子 就可以分别找到AMB了 再来第8题呢 他要你叙述法 叙述法 叙述法 叙述法是什么 叙述法我们不做了 好不好 有点懒惰 然后 箭头图示法 范恩图法 列表法 图像法 我好多 叙述法 应该是文字叙述法的意思吧 就是说我们要取两倍的意思了 这个叙述法 我就不想 不写了 一般上也比较少 好 那如果是 什么呢 箭号图示法 就是 负1 对应去负4 对吧 负1 负2 对应去负4 负1 对应去负2 0 对应去0 0 对应去0 1 对应去2 还有2 对应去4 这个就是我们的 箭号图示法 范恩图法来讲呢 就是负1 负2 0 1 2 对应去哪里呢 负4 负2 0 2 4 一一对应的 列表法呢 就这样子写了吧 x 跟fx 然后有负2 负1 0 1 2 就是负4 负2 0 2 4 这样子 然后 最后一个呢 是图示法 图示法呢 就是 0就对应去0 1对应去2 这个是 2 负2 对应去负4 大概是这样了 对不对 这样子了 好 这五个点 对不对 这五个点 OK 虽然你看到是 可以是直线的 一般上我不会 用直线 画出来 因为 如果是直线的话呢 它的x呢 就是时数 因为它这个 这样子标出来 就是它只有2 它1.5 它就没有的 所以一般上 就是点 点 点 它是一个 discrete 英文叫 discrete 一个点 一个点的情形 它不是 练续性的 OK 对不对 谢谢大家